去年開完招之後 然後就是不然沒有想過說要這麼快 這麼早回來打比賽這樣子 然後是因為JN團他們覺得 希望我能夠回來幫忙球隊 剛回來其實還有一點怕怕的 像尤其是會幫路空的時候 會擔心說會不會 就是一會空會擔心會不會那個 撞得那個指甲會掉下來 很開心就是有這個機會 然後拿到這個獎項 就是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這半年其實很多人幫助我 然後幫助我在訓練的時候 能夠就是一切就這麼順利 按照計畫回到球場 然後後面有這麼好的成績 今年半年可以打18隻拳 所以今年我在想扣掉那些 有可能會出現那些傷動力 有時候可能必須要休息 所以我當時想一想 30隻比較合理打 對啊 我覺得30隻就很棒了 8月的時候 一個月打了5隻還是6隻 對啊那個時候就已經超過20 20幾了 然後想說自己可能有機會 可以拚一下 我覺得 然後生日那天破紀錄之後 就想說 可以試看看 炒四十六的目標去努力 很感謝大家對我這麼 這麼有期待這樣子 那我會盡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標 我覺得在成績文那個那一天 打出去然後被牆邊被揭插的時候 我覺得心理影響蠻大的 我覺得就是 奇怪應該那個球應該會出去 不知道耶 今天 我不知道 今天感覺其實還不錯 我也覺得應該會出去啊 不知道為什麼 在牆邊被揭插 有點尷尬那個時候 感覺大家都站起來 然後人家都全打氣 結果在牆邊被揭插 假的就要默默的這樣走回來 就有點尷尬 你要到桃園嗎 對啊 因為桃園左邊沒有 昨晚也沒有人做啊 因為沒有人會撿得到那邊去啊 所以 就 好事多磨嘛 就這樣 感覺還不錯啊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一直打不準 打不準了 對啊 還蠻累的 終於要結束了 真的覺得結束 要不然這種感覺其實還不錯啊 蠻享受的 就是到達裡都跟你講 都有人提醒妳說要記得要打四十紅 哈哈哈 每個地方都有啊 哈哈哈 真的啊 我不是手 哪裡 對 他穿短褲的耶 不要啊 他穿MVP耶 沒關係啊 我什麼P 你怎麼看啊 你怎麼看啊 欸 你怎麼看啊 明年見啊 明年再見 好 明年就 你怎麼看啊 好 謝謝 三十九隻啊 你 já打不過我那一隻吧 哈哈哈哈 而且你連打一隻而已 然後我就開玩笑說 那天打出去他就開玩笑說 欸你幹嘛你低頭給你打 我說拜託一整年都被他壓制 我只打這一隻全會打而已 我真的一整年都被他壓制 我看今年有沒有打 還沒吧 就那一隻全會打而已 今天是那個馬力行賽的時候 我講說明天可以在球場上 見證他的事實 因為我也沒有跟著在名單上 然後我就信念幫他交流 可是可能壓力太大的關係 所以今天是以任何的 我本來以為說紀錄有機會 在這個球場 對啊 那現在看起來還是要回去選紀錄我 怎麼講 如果沒有打成 希望大家不要怪我 雖然我自己已經是紀錄保持人了 對 可是40通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如果台灣 台灣職棒能夠用120場 然後打到40通 其實我覺得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對啊 最開心就是都能夠全勤 然後都健康的狀態下面比賽 對啊 不是用那種 不是用受傷的狀態下去比賽 我覺得這樣還蠻開心的 不管最後有沒有得NVP 那在我心裡面 我自己已經是NVP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對今年的表現 很 很開心今年有這樣的表現 然後又在 上後回來第二年 這樣有這麼穩定的出賽數 對啊 打到後來39 變成到後面要挑戰40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 呃怎麼講 多出來的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挑戰這樣 因為畢竟 之前都真的沒有人能夠有 四開頭的全員打的紀錄 在這個聯盟裡面 雖然這次失敗 我覺得我相信 我明年應該一定可以超過 各位可以挑一下吧 好 啊 很可惜 很可惜耶 很奇怪 我又發誓 別人打全員打好像都很簡單 我怎麼都那麼難 來 看 好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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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耶 欸沒有缺打也要噴喔 哈哈哈哈 你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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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懶有 有頭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可惜耶 對啊就是 太刻意想要把球往那邊打 對啊 我覺得這一隻應該留在 也許會留在最重要的時候 對啊 對啊 就覺得 怎麼講 我覺得職業選手的生命其實很可貴啊 在場上這種創造紀錄的時候 然後 真的需要很多人去 怎麼講 去關注 而且後面 到最後幾隻的時候 然後 左外也 看台也越來越 越多人講的 對啊 還滿開心的 希望這個現象 能夠明年繼續下去 雖然今天 失敗了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覺得很開心 自己能夠得到這個經驗 對 然後希望明年能夠更好 我一定要想辦法 突破自己今年的紀錄 經過這次的經驗 我覺得雖然失敗 可是 對我也還滿 這次的經驗還滿珍貴的 就是覺得說 加持明年有機會 再挑戰一次以後 那我就知道 又該用什麼樣的性能去面對 如果你太刻意去試的話 有時候就是變成說 內也高飛球 還是外也高飛球 可是你如果不去試 你只想要打暗打 就 想要把球 打確實的話 那球就很容易就會打進去 我明年還是一樣 會追求長打 對啊 就是 但是就是覺得 自己的心態 應該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明年應該會 會比較清楚一點 對 然後再加上說 希望自己能夠 成為像自身那樣 那麼全面性 攻擊性的選手 對啊 當然不是只道理 我就可能沒有辦法 是 那 我們就可以了 去選擇 走 走 走